中华民国民法第54条 规定了社员退社的自由原则 同时允许社团张成 对退社时间和预告期间 进行一定限制 以下是条文内容 详细解释和例子 条文内容 条文 一社员得以随时退社 但张成限定于事务年度中 或经过预告期间后 使准退社者不再死线 二前项预告期间 不得超过六个月 解释与例子 第一项 解释 一般情况下 社员可以随时选择退出社团 但如果社团张成有特别规定 社员只能在事务年度结束时 或在经过预告期间后 才可以退社 那么这些规定是有效的 例子 社团役的张成规定 社员可以在每年12月底前申请退社 且需要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社团 一随时退社 社员F想要在5月份退出社团役 根据第54条第一项 社员一般可以随时退社 但由于张成有特别规定 F需要按照张成要求 提前三个月通知社团 二张成规定的退社时间 社员聚在9月份决定退社 根据张成规定 他需要等到12月底事务年度结束时 才能正式退社 同时他必须在9月份提交书面通知 满足提前三个月的预告期间 第二项 解释 张成规定的预告期间不得超过6个月 例子 假设社团F的张成规定 社员退社需提前6个月书面通知 如果社员H在1月份决定退社 他需要在1月份提交书面通知 并在6个月后的7月份才能正式退社 总结 中华民国民法第54条保障社员的退社自由 同时允许社团张成对退社时间和预告期间 进行一定限制 以维持社团运作的稳定性 条文中的预告期间不得超过6个月 这样的设计在保障社员自由的同时 也兼顾了社团的管理需求